欢迎来到大学储蓄计划 Save for College Program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们将向您介绍 如何开设NY-529 Direct Plan账户 在大学储蓄计划中 家长应采取三个基本步骤 我们将其称之为组成要素 组成要素一 是期活并查看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NYC Scholarship Account 之后您可以选择完成 组成要素二 开设并关联您自己的大学储蓄账户 最后的 组成要素三 是在您关联的大学储蓄账户内 存入第一笔5美元的存款 本视频主要介绍 如何通过大学储蓄计划 开设您可用的大学储蓄账户 NY-529 Direct Plan账户 529账户是一个旨在帮助美国家庭 为孩子上大学和参加职业培训 而进行储蓄的账户 529账户里的资金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同时还能享受税收优惠 包括免税收入和可能获得的周所得税减免 但是529账户中的资金并不保证一定会增加 这些资金也可能会贬值 请务必阅读529账户的披露材料 了解潜在投资的特点与风险 通过开设该账户 您将完成组成要素二 您也可在NY-529 Direct Plan披露手册和学费储蓄协议 有称披露手册中 查看NY-529 Direct Plan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在ny-saves.org下载该文件 该文件涵盖了投资目标、风险、手续费、开支以及其他信息 在进行投资前 请务必仔细阅读并认真考虑 若您确认开设NY-529 Direct Plan账户 您需确认在开户前已收到披露手册 并同意其中的条款 除了NYC KidsRise提供的账户选项之外 还有许多为大学储蓄的方法 各个家庭还可以了解以下其他选项 其他州提供的529计划 教育储蓄账户 也称为ESA或Coverdial账户 银行储蓄账户或其他类型的投资账户 重要题是 大学储蓄计划的特定功能和福利 只适用于通过大学储蓄计划提供的账户选项 特定功能和福利包括 关联您的账户即可赚取奖励 将至少5美元存入您的账户即可赚取奖励 获取储蓄配合补助 将您的储蓄账户与您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关联 请注意NYC Kids Rise并不隶属于NY's 529 College Savings Program 也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NYC Kids Rise并非根据NY's 529 Direct Plan 对您和家人的适用情况作出推荐 NYC Kids Rise鼓励您仅当自己确认 该NY 529 Direct Plan对您有用的情况下才进行注册 若您决定开设并关联新的NY 529 Direct Plan账户 或者想要关联现有账户 请按照本视频中介绍的步骤进行操作 在开始之前 您将需要提供 您的NYC Kids Rise Savings Tracker 储蓄追踪用户名及密码 您的个人社会安全号码 SSN 或者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ITIN 您孩子的SSN 或者ITIN 您和孩子的家庭住址 您和孩子的出生日期 建议提供以下信息 您希望在您去世后 接管该账户的人的姓名 与出生日期 首先需要前往nyckitrise.org 然后您可以点击黄色的重新登录按钮 并向下滚动到显示重新登录的选项框 显示点击继续的窗口将会弹出 点击继续后 您将跳转到Savings Tracker上的登录页面 请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Savings Tracker密码 并点击登录 在Savings Tracker中 您孩子的图表上方 会显示一个创建关联按钮 点击此按钮 可跳转到NY529 Direct Plan网站 以填写您的申请 您将看到一个谈框 告知您点击确定后 您将离开Savings Tracker页面 并跳转到Nysafes.org 以重新登录您的现有529账户 或开设一个NY529 Direct Plan账户 然后将该账户 关联到您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点击确定继续 进入Nysafes.org网站后 您会看到所有信息均以英文呈现 您可以通过点击右上角的 黄色小地球和单词Espanio 将网站翻译成西班牙语 并下载西班牙语的指质申请 但在线申请仅提供英文版 在Continue继续按钮下方 您将看到蓝色的Enroll Now 立即注册 点击即可开始申请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您的名字和姓氏 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并为该网站创建密码 您将需要输入两次密码 然后点击粉色的Get Started 开始按钮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着,系统会询问您得知该计划的方式。 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最适合的选项。 点击粉色的Continue Environment,继续注册按钮继续。 然后,系统会询问您的地址,包括街道地址、单元、城市、州和邮政编码。 系统会默认选中一个选项,作为您的邮寄地址。 如果这不是您的邮寄地址,请取消勾选并输入您的邮寄地址。 请填写此信息并点击粉色的Continue继续按钮继续。 您需输入您的社会安全号码或个人纳税识别号码、出生日期以及公民身份。 请注意,公民身份选项有US Citizen、美国公民和Resident Alien、外籍居民。 NY-529 Direct Plan采用美国国税局关于外籍居民的定义。 若您在一个日历年中,1月1日至12月31日,通过了绿卡测试或实质性存在测试, 美国国税局就会从税务角度将您认定为美国外籍居民。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美国国税局网站。 如果您选择开设NY-529 Direct Plan账户,您提交的个人信息将被保存在NY-529 Direct Plan的记录中。 出于税收目的,NY-529会向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和纽约州税务与财政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ax and Finance发送账户持有人的相关信息。 然后,您需要填写有关您孩子的信息。 您将在屏幕顶部看到您的孩子或学生被称为受益人 您提供的信息将包括名字、姓氏、居住州、社会安全号码或IT信息以及公民身份 完成后点击Continue 继续 然后您需回答是否要为您的账户添加继承持有人 如果账户持有人您死亡 则由继承持有人接管受益人您的孩子账户 您可以跳过此部分或者输入继承持有人的信息 包括名字、姓氏、电话号码和出生日期 然后点击Continue 继续 然后您需为您的账户选择投资策略 您可选择Aged Based 基于年龄或Individual Portfolios 个人投资组合 如果您更偏向于选择个人投资组合来投资您的存款 则可以选择个人投资组合 如果您希望根据您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股票和债券组合 则可以选择基于年龄的选项 根据您孩子的年龄管理投资 您每个日历年最多可以更改两次投资选择 在本视频中 我们将使用基于年龄的选项继续下一步 请注意NYC Kids Rise不提供投资建议 也不推荐基于年龄或个人的投资组合 您必须做出最适合您家庭的决定 在基于年龄的投资组合中 您必须选择一个风险等级 Conservative 保守 Moderate 稳健 或Aggressive 积极 这完全由您自己决定 NYC Kids Rise无法为您提供最佳选择建议 点击每个风险等级获取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您属于哪种类型的投资者 请点击Conservative 保守 按钮下方的Learn More 了解更多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NYCIFES.org 并点击Which Investments Should I Choose 我应该选择哪些投资 当点击其中一个风险等级按钮时 您将看到适合该风险等级的股票和债券组合 以及随着您的孩子越来越接近大学学龄 投资组合也会逐步变得更加保守 以尽量保住本金 选择风险等级后 点击Continue 继续 现在您必须决定向账户提供资金的方式 您有多种选择 包括 关联您的银行账户进行一次性存款或定期存款 支票或汇票 由您的雇主直接存款 或从现有合格学费计划中循环扣款 等您决定好向账户提供资金的方式之后 可选择添加另一个受益人 如果您愿意 还可以再添加一个孩子 尽管年龄较大的孩子 可能不符合大学储蓄计划的资格 但您仍然可以在此账户中为他们储蓄 如果您想再添加一个受益人 请点击Yes、是 或者如果您想结束 请点击No、否 若要额外增加账户的安全性 系统将提示您选择一个账户用户名 每次登录账户时 您都将使用此用户名 以及您选择的密码 然后您需选择安全问题 并添加您的答案 下次登录账户时 您可能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以验证身份 然后您需选择您的账户关联的安全图像 和安全短语 这些均是保护您账户的额外措施 接下来您需回答是否激活YouGift YouGift可让朋友和家人 帮助您为您孩子未来的大学和职业培训储蓄 通过使用仅与您孩子账户相关的特殊代码 将资金存入您的账户 该操作安全可靠 因为家人和朋友可以存款 但无法访问您的账户信息 我们建议您勾选此况 并激活您的YouGift代码 激活代码并不意味着朋友和家人 将承担任何储蓄义务 这只会启用该选项 然后您需回答 希望接受通讯信息的方式 您可以选择电子邮件或邮寄 然后您应该通读交付同意条款 如果同意 请点击下方的I agree 我同意按钮 点击Continue继续 结束此页面 然后您需检查已输入的所有信息 确保所有信息准确无误 您可以通过点击该部分右侧的白色 Edit 编辑按钮 编辑任何部分 然后您必须查看条款和条件 并点击I acknowledge 我确认 旁边的方框 确认您已阅读 然后点击粉色的Sign 注册按钮 完成申请 并开设账户 由于我们选择支票作为向您孩子的账户 提供资金的方式 因此您将看到一个带有可打印优惠券的页面 您可以在为孩子的账户邮寄支票时 附上该优惠券 点击粉色的Continue继续按钮完成 最后您将跳转到需要您仔细阅读的页面 通过点击页面底部蓝色的I authorize 我授权按钮 将您的NY529 Direct Plan账户 关联至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这意味着NYC Kids Rise将能够看到 受益人姓名 账户余额 以及账户交易记录 您还可以在Savings Tracker中查看您的529账户余额 NYC Kids Rise将无法从您的账户转账或提现 点击I Authorize 我授权后 您将返回Savings Tracker 并看到一个带有您孩子姓名的弹窗 点击确定 已关联您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和您刚刚打开的529账户 您已完成所有步骤 您现已打开您的NY529 Direct Plan账户 并将其关联至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您已完成组成要素二 您将看到一个粉色的529账户选项卡 和一个显示管理529账户的新按钮 在这里您可以随时通过Savings Tracker 直接访问您的529账户 一旦您准备好离开Savings Tracker 只需向上滚动到页面顶部 然后单击右上角的注销 感谢您观看本视频 我们希望这对您有帮助